高宏安現在很麻煩 就是小兔黃惠文現在的證詞 都很明確 高宏安一直咬李俊逸 但是同仁自己要弄個小基金 用在同仁的身上 我李俊逸傳來不管賬的 對啊 我不管賬 而且我也不用你們的錢 而且我也沒有福報薪資 而且我也沒有強迫你們一定要 繳交你們的加班費 完全沒有嘛 正直一就打臉高宏安 這次就是說 包含高宏安的早餐費洗頭 都是用零用金支付 所以你隱然你已經是 把這個跟你的自己的私用 把它連累在一起了嘛 所以變成說 而且他講說呢 我每個月都有把親資給高宏安看 你不要說你不知道喔 不要說是我小兔自己在那邊 自己在搞的 你高宏安完全不知情 所以表示高宏安完全了解 自己的情況 而且我們看到過去 他曾經跟 他也曾經有過跟這個 公金金借錢的話有還嘛 可是他知道這個帳目嘛 第三個就是說 高宏安的自裝 這個鮮奶費 紅3等等 都是高鐵費 他說這一些都是列入 高宏安的消費 那法官會說 這個我們確定飲料是 高宏安買的 他說辦公室 沒有人敢買飲料 來找我報仗 表示什麼 專款 專款 助理哪有膽子嘛 你只有繳錢的義務 你沒有來報仗的權利 所以這個權利義務關係 講得非常清楚 我覺得這三點 就完全讓高宏安 整個被打點 而且我覺得 真的我覺得高宏安接下來 可能這樣事情 我覺得他被定罪的可能性非常高 否則未來 所有因為用這種助理被判刑的人 可能都會要求國家賠償